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繼續留任顧問 流亡港人張崑陽 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 也加入HKDC成為顧問會員 HKDC的聲明表示 該機構將迎來新的一章 翠雙述五人愛、台灣太陽花運動 民主鬥陣的發起人之一 林哲也加入HKDC董事會 中國維權律師騰彪也加入護民委員會 聲明表示 委員會承諾會將HKDC發展成為 根據合作性的平台 放大港人的聲音及繼續爭取香港民主 他們將在本週起重新開始工作 增加和華盛頓政策制定者的會面 同時在國際及基層組織建立根據凝聚力的網絡 就榮漢在其Facebook坦然 國際線是必不可笑一條路徑 認為香港的命運前景和自由界限 從來都與世界的浪潮格局相連 周永康鼓勵港人共同加油 逆境自強 不要放棄 反抗暴政的鞭打折磨 守著大家真而重之的理念 我成同固土既然無路可退 就只有繼續前行 HKDC是一個在海外關注香港民主發展的組織 曾協助推動美國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今年7月出現在中共的制裁名單上